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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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达new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林达 新闻一开始 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 好 我们首先看到PCB族群 烹发半台股的领头羊 那麼再来呢 红海第二季获利 摩根大通小摩看好的前景 还有呢 美国将近微信 是否将冲击iPhone的销量呢 好的 那我们首先呢 先带您来关心今天台股大盘的走势 好 那么基本上呢 在关心台股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先看 昨天美股发生了什么事嘛 好 昨天美股呢 投资人呢 就是担忧呢 新一轮的救市措施 可能会陷入这个 美国民主跟共和两党的恶斗 所以呢 怎么样 可能会陷入僵局 因此投资人很聪明 他就赶快呢 把前几天涨得很凶的个股 全部卖掉了 所以导致呢 今天的美股四大指数 是全面收黑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台股的加权指数 今天台股呢 今天一开盘呢 就跌了66点 那么始终呢 整个走势呢 都是在什么 平盘之下震荡嘛 好 那中场呢 是大跌了109.84点 收在12670点 好 那么今天呢 成交量呢 是2159亿元 所以还算是正常哦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呢 加权指数呢 再度跌破了 12700点的关卡 好 电磁股呢 涨多回挡 资金呢 持续转进了什么 PCB族群 也就是印刷电路版的族群 好 那么生计等中小型股呢 今天呢 也是受到这个买盘的青睐 好 我们再来观察 平盖三王 好 平盖三王是哪三王呢 就是台积电 鸿海跟大力光 今天台积电呢 近期表现呢 比较偏弱 股价呢 是持续回挡的 好 那么鸿海呢 今天呢 在这个新北土城 有这个法说会 那么今天呢 这个总共呢 是上涨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一举夺回了市值二哥的宝座 那么之前呢 是被联发科给拿走了 好 那么现在呢 终于洗刷了冤居 鸿海呢 又重回了市值二哥的宝座 那我们再看到股王大力光 大力光呢 今天呢 则是在平盘附近游移 中场以小涨作收 好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资金呢 都转进了这个PCB族群 那我们看一下PCB族群 今天最强的是谁 就是8046的南电 好 南电呢 因为受惠于EBF载板 拉获强劲 南电呢 今天怎么样 是这样涨停的 收在129块 涨停所死 那么南电的股价呢 也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 星星 3037的星星 星星今天呢 表现也是相当的强劲 虽然已经没有涨 虽然没有到涨停 但是也是怎么样 逼近的涨停 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收盘呢 是来到了89块钱 而且内外资呢 现在都相当看好 星星的前景 纷纷呢 把星星的目标价 调升上来了 但是调到多少呢 我们等一下来为您分析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档是 华通 2313的华通 今天呢一开盘呢 也是在平盘上面 震荡震荡 然后收高 那个涨幅呢 是来到了1%点多 那么成交的价格呢 是53.1块钱 好的 我们刚刚讲到 星星呢非常受到内外资的 这个看好 我们看一下星星呢 像是摩根大通 还有Alysia资本呢 都把星星的目标价调升了 最高还来到了152块的天价 我们知道星星今天收盘呢 是89块 他现在目标价呢 竟然已经来到了152块钱了 好 那么其他像是花旗环球啦 还有大型本土 本土投雇啦 都把见顶的这个目标价呢 最高也来到了150块钱 那还有富邦投雇 把华通的这个目标价 调升到60块钱 那么这个投资平等呢 都是买进或者是优于大盘的 好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星星见顶华通这三档呢 今天呢 最好受到买盘的青睐哦 我们看一下星星 星星呢因为受惠 Apple Silicon的晶片 还有小晶片系统使用增加啦 那么再加上5G 与网路基础建设助攻 还有ABF载版呢 营收哦 在2018年到2022年 将增加了两倍左右哦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见顶 见顶呢 第二季财报呢 基本上是优于市场预期的 那受惠于什么 游戏主机啦 伺服器 以及更多非智慧型手机应用采用的HDI 那么第三季旺季动能呢 将持续到第四季 好 我们看到最后一档滑通哦 滑通的旺季整体产能呢 利用率提升 那么还有美西客户平板啦 笔电啦 订单的等第三季维持在高档 那么累载版呢 也将在8月启动拉货 好 这个是这个PCB族群现在的这个消息哦 好 我们再来关心代工一哥鸿海的消息了 好 我们再讲到鸿海之前呢 我们可能要先跟您分析一下 现在疫情的情况 为什么要讲疫情呢 其实呢跟我们鸿海一哥是有关系的 好 我们知道现在疫情呢 大概全球的确诊人数大概是2000万人 那光是美国呢就500万人 死亡人数也飙升到16万人的 好 虽然疫情呢 现在还是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 但是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好 基本上我们认识新冠肺炎 从今年2月份爆发到现在8月 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 那不管是民众呢还是产业呢 对于这个新冠肺炎呢 都有一定的认识了 好 所以呢怎么样 现在呢鸿海的大陆生产区 这个恢复呢已经开始 越来已经开始正常的恢复了 那么再加上呢 这个疫情现在还是相当的严重嘛 所以呢 宅经济有爆发 商机需求呢仍然很强劲 那因此呢摩根大通呢 这个外资呢就相当看好鸿海 好 它估计鸿海的第二季获利呢 是来到了170亿元 那EPS呢每股存益呢是1.25元 好 我们再来看iPhone 好 我们知道iPhone呢跟苹果的关系 是非常的紧密 也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知道每年9月呢 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呢这个iPhone的新机要问世了 好 那今年呢iPhone12 5G就快要推出了 可是呢因为某种原因呢 可能会延到10月份或者12月份喔 那今年这个iPhone12相当的特别喔 因为它是iPhone第一支支援5G系统的iPhone手机 好 那么再加上呢 iPhone11这个旧手机啊需求相当的强劲 还有呢云端业务方面呢 这个鸿海呢刚刚抢下了微软 以及大陆科技企业的大单喔 所以呢整体营收动能呢 可能可以怎么样 持续到第三季还有第四季 好 我们看到第三第四季的毛利率呢 预估分别是6.4%还有6.8% 那么终于呢摆脱了毛3到5的困局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鸿海今天呢 在这个新北土城呢 举办的这个法说会喔 那相信呢这么多利多消息 今天法说会一定也是办得怎么样 相当的开心嘛 可是呢还是有个隐忧喔 让大家呢有一点点担心 那是什么呢 就是前几个星期呢 这个苹果啊他就是说 哎我怎么样要扶持利讯来制衡鸿海 虽然没有那么明显的是在讲这件事情 但是呢当初这个伪创喔 他把他的这个子公司呢卖给利讯呢 然后又拥有利讯的股票 大家就知道说 哎就是苹果在后面动手脚 苹果怎么样 准备扶持利讯来干掉鸿海喔 但是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很多人都想说完蛋了 这个红色供应链要蝉食台湾的供应链了 但是也有分析指出喔 哎其实现在先不要太担心啦 因为呢鸿海跟苹果的这个关系啊 其实呢现在呢还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未来两到三年以内呢 鸿海的地位喔应该是不足以被撼动的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鸿海的走势喔 今天有这么多利多消息 今天鸿海呢一开盘呢是在平盘之上震荡 那么中场呢是涨了两个百分点 来到了81.4元 那么刚刚领导话自己讲了喔 其实摩根大通喔 现在已经把鸿海的目标价呢 调升到了95块钱了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 他到底又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川普喔 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 那签署很多项行政命令嘛 其中一个行政命令呢 就是禁止美国的企业呢 与中国通讯软体有业务上的往来喔 好那翻成白话文呢就是什么 他怎么样全面禁止这个TikTok抖音 还有所谓的微信喔 好现在呢只要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的东西 他一律打压 但是这个打压的后果呢 可能会是相当的可怕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微信呢现在喔 全球的用户有10亿人喔 那其中高达8成呢 都是大陆的民众 好那么现在大陆民众 真的是每天都会使用到微信 因为微信怎么样 不管你是视讯啦 聊天啦打电话啦 或是支援行动支付啦 或者是看新闻等等 全部都跟微信密不可分 那很多人就讲说 你如果不使用微信 那你就换Skype就好了嘛 可是毕竟喔 人是一种习惯的动物 如果你已经习惯微信这么多年了 基本上呢 如果这个苹果把微信给下架掉了 你可能就会考虑说 那我干脆不要买这个苹果好了 我买其他牌的手机 那现在呢大家就是在担忧这件事情喔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是怎么样 会从这个苹果的手机消失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有拥有iPhone的话呢 你的iPhone里面的App Store里面呢 会下载很多的软体嘛 那你就再也找不到抖音跟这个微信了 所以呢一旦呢 微信下架掉的话 可能会怎么样 使得以大陆为首的华人市场呢 爆发什么 弃用iPhone的这个热潮喔 那么会导致iPhone的销量呢 下滑25%到30% 这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呢 现在苹果呢 在大陆的这个市占率啊 这个iPhone手机呢 已经来到了9%了 那么也是苹果手机里面 成长最快速的市场 所以呢 微信一旦下架的话 苹果真的是受伤的相当严重 好有人受伤 当然就是会难过 那也有人开心嘛 是谁开心呢 也就是之前被这个川普打得非常惨的这个华为喔 因为呢 如果消费者他不买苹果的话 他现在怎么样 他可以去买华为啊 他也可以去买OPPO啊 或者是小米的高阶智慧型手机 好那因此呢 现在现在大家都很担心说 完了完了 苹果大概要完蛋了 但是呢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这个大陆呢 有三家的Apple供应链表示呢 目前呢 并没有收到Apple下调iPhone12出货目标的通知 好那大家可以这样 好稍微喘一口气了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刚刚有聊到了 川普是在8月6号 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 那这个命令真正生效呢 是在签署命令的第45天之后 才会正式生效 所以在这45天之内 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苹果真的不会受到冲击吗 还是他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好那如果苹果受到严重的冲击的话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苹果供应链 又该怎么办呢 还有我们苹概股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所以值得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来留意 好的 那我今天节目到这边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内容呢 记得在脸书 还有YouTube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那我是琳达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